用金丝骨粉做的月饼不难学 慈灵金色佛学班的小朋友 一学就会简单又方便 很健康的一个月饼 少糖少油 然后又不是做用面粉做的 而且都是一些那些很有营养的材料 他们每年都有制作月饼的活动 今年他们要换一个特别的方式 就是说特别的口味 然后问我进食进食月饼可以做吗 佛学班每年中秋都会制作月饼 今年不费工却是健康又营养 即使没有妈妈们的帮忙 也能够完成任务 他们一起办公合作 然后完成月饼 月饼很漂亮容易做又好吃 小朋友都很高兴 他们希望以后我们有个姻缘 可以自己在一起再来协做这个月饼 新手做的月饼是独一无二 这也是他们要送给家人最好的中秋节礼物 戴新闻冯绿西 蓝锦菲 马来西亚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